布园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副处长 欧真馨 欢迎大家来到台江国家公园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台南四草地区 那以前 它这个地方叫做北线纬 那为什么叫北线纬 它本身是以前古台江内海的一个沙洲的一个边缘 那我们会跟安平地区的所谓的一昆森会耀耀相望 那因为几次的插海山田之后呢 它已经跟台南市区已经连接在一起了 台江国家公园死鸡保存区主要是以水稻及皇宜公室的遗址 当作是我们保护的标的 目前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台南四草炮台 它是一个国定的二级古迹 那是当时在中英鸦片战争1840年道光20年的时候 是由当时台湾兵贝道姚颖所奏请清朝所修建的 那当时的规模有长30张炮台有10个安了七门巨炮 另外在外围的地方也有两万只的竹签 来形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一个皇宜公式 那当时的叫做镇海城 另外它本身也跟对岸的安平的小炮台 形成了一个南北的一个坚强的皇宜的基础 那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当时的龙井 不过我们目前可以来这边来平调一下 当时我们前人的一些保国未民的丰功危机 后方大宗庙是祭祀清朝平乱有功 镇海大元帅曾有而设立 是四朝地区的信仰中心 也是生活文化的中心 后方有荷兰种 是当时庙方改建的时候 所发现明镇时期的荷兰士兵合葬的地方 红树林它是生产在朝间代的木本植物 其中孕育了相当丰富的生态系 包括底漆的动物跟鸟类 这边我所在的地方是四朝的绿色隧道 那这边最丰富的就是红树林 我们前面这边是海茄冬 后面蓝鲤 前面的五黎胶跟水鼻仔 那两岸有很多的昭桃屑 另外鸟类栖起期间相当丰富的生态系 欢迎大家来体验国家公演之美 古台江是台湾通往世界的门户 四朝地区又是台江国家公演的起点 走一趟四朝 我们来领略一下这边丰厚的历史文化 跟丰富的自然生态 特别是当地的丰土民情 台江国家公演欢迎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